花莲县原住民族联合丰联节活动在7月22号要登场 花莲县政府规划了113个原住民的展销摊位 2号在原住民族的文化馆举办摊位抽签 吸引了622家业者来报名参加 县长徐正蔚、立委夫夫妻也到现场来见证 他们也期盼透过活动可以提振花莲的观光热络气氛 带动部落产业来提升族人的经济产值 花莲县长徐正蔚提到 每年的花莲县原住民族联合丰联节的主题寓意都不同 而今年主题分别为秀库兰西之夜 花莲西之夜以及齐来平原之夜 为期三个夜晚将带给大家最丰富与精彩绝伦的节目 让全国民众一同参与花莲年度最大盛会 所以在这里我要谢谢原住 每年对联合丰联节的坚持 还有我们大家为了游客来到花莲 能够吃到美食吃得安心 而且吃得非常非常开心 又能够吃到我们最在地的食材 我想所有的陶贵陶贵女 都绞尽了脑汁绞尽了心力 所以今天虽然我们要抽的是113 还有后股九十几胎 但是有六百多人来抽 我想这就是第一个 大家对于联合公联节这项活动的认同 以及对于这项活动的期待 所以另外也代表对于花莲宪政 在实行这项活动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肯定 我想有这么的多的肯定 一定是来自于以前的基础 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立委复坤其提到慢精品花莲 在温柔又细心的徐县长带领之下 不仅格局形象向上提升 更让国际看见花莲 认识花莲之美 我们花莲的联合公联节 我们一放一放传承 不只要我们部落的美好事物 我们的艺术文化 能够带带传承 每一年每一年所呈现在国人 跟国事的眼前 一年比一年更加的发光发热 我们部落的孩子 有一个非常大的舞台 让大家来订阅参与 原民行政处表示 原住民联合展售 早已成为丰年节活动一大特色 因为现场交易非常热络 因此摊位往往一位难求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